大家好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我在Facebook上做了一个新的页面 法语是La Cuisine的令 中文就是令的厨房 这个页面连接了Facebook和YouTube 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 我共制作了26个视频 是由于中国的新年 很多居住在法国的中国朋友 问我能不能介绍几道菜 让我们在家也试做一下 就这样我开始制作了视频 第一我考虑的是要用最天然的食材 第二个是有中国元素的中国文化的 第三我们都上班 一定要用五分钟十分钟时间可以便一道菜 另外我又做过八元 我会调很多酒 也许我做一些调酒的视频 也会让大家在新年当中有一点气愤 结果一个月的时间 在Facebook上 我有4721个观看的 然后在YouTube上 就没有 因为我没有做连接 大概只有300人左右 然后有朋友邀请我进入法国的大的那个喷人的网 我就发了一个菜 两个菜 哇 好多好多人为官 为我点赞的观众达到了2700人 很多法国人给我留言 让我继续下去 不要只是为新年做视频 让我多介绍一些中国元素的 中国文化的 对身体健康的一些菜 是的 如果我介绍的每一道菜 一定要用营养和健康的角度去选择 第二 就是我要把所有中国元素的东西介绍到位 怎么以中医的角度去联系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水果的对人体的健康 那就从我介绍起 看我的头发现在是黑的 还没有白发 有一次我就去理发店 我跟法国的理发员说 你能不能给我把头发染一下 染成法国人的那种颜色 或者给我飘几根飘懒也行 半个小时拆开一看 那理发员就跟我说 不好意思 那颜色没有染上 因为你头发太黑了 太天然了 要不然我们再重新染吧 很搞笑 但是是真的 结果我说 那就染红色的吧 结果你们看我的头发 哎呀 只有后面一点点红光 还是黑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医学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保持你头发的天然 你要多吃核桃 多吃果仁 多吃黑芝麻 那第二就是我的眼睛 我每年换一次眼镜 然后每一次医生告诉我 你的度数又加深了 你要换眼镜了 我突然记起来 以前中医说过 要多吃狗鸡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结果 我每天坚持吃狗鸡 我把它泡在茶里面 早上和晚上 也用水洗我的眼睛 不过你们小心哦 我说的水烧开了 要等它凉了以后才可以洗哦 不是用开水去洗 法国现在是两年换一次眼镜 结果我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啊你这次要换眼镜了 可是很奇怪 你不是度数加深了 而是度数变浅了 你必须的换 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很开心 现在几乎我不戴眼镜 连开车我也不需要眼镜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嗓子喉咙这里 我基本上都会啊啊 经常的感觉里面有东西 嗓子有时候声音很沙哑 然后我又去找医生 医生给我到处检查 又是拍片 又是做CT 然后又检查我的肺 医生说你没有问题 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居住在泰国 温度40度 现在来到法国以后 那个空气突然的变冷 所以你受不了寒冷的空气 所以你的嗓子就会撒哑 然后有一位中国的老中医告诉我 你试试吃一点姜 我说那还不容易 所以在法国到处都可以找到姜 然后我就自己制作姜 我就早上也吃 晚上也吃 现在我的嗓子没有问题 你看我还可以唱歌呢 所以我会介绍更营养更健康的菜系给大家 为我们的健康让我们慢慢的变老 看我的网站Linda厨房